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说一下 这个购语源去进行网络编程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这里边主要分两部分去讲 一个是讲这个Socket Socket编程基本上就是TTP编程 对吧,UDP编程 要么就去讲 第二个就是讲这个HTTP 因为购语源现在在外部里面 其实还是有很大份额的 它主要是把这个 现在很多PHP的一些老项目 都在用购语源进行乘写 购语源乘写 所以说它有很多比较成熟的一些外部框架 外部基本上就是HTTP协议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HTTP相关的东西 那好,那么我们先说这个Socket编程 Socket编程的话 之前咱们说一下这个协议 对不对 OSI这个七层模型 物数网传汇表应 我当时这么记得 物理数据连入网络层 然后这个七层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这TCPIP就是四层 那我们说这HTTP它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应用层的协议 对吧 那下面我们Socket其实在这层里 我们Socket的话应该是属于在传输层跟网络层之间 是不是在这里边加了一层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跟数据链路跟硬件相关的 那么Socket这块我相信大家在学这个Linux四层编程的时候 也都学过这些 那么我们就简单回忆一下 简单回忆一下 我们画一下这个Socket编程的一些图 这个图 那我看看 打开 行吧 那我们就这就用这个机器 这个画板来画吧 OK 那我们现在如果Socket编程的话 也分为几步 分为几步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先说客户端 我们先说客户端跟服务端 或者客户端 那么我们叫client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serv端 服务端 那服务端我们叫serv 那服务端呢 客户端想去响应的话 我们服务端是不是首先要建立连接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首先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拨号 Dial 常识去连接 会有Dial的动作 那就相当于拨号 它指定这个 指定这个IP part 对不对 IP part OK 那它知道说去找哪个server 找哪个server 找哪个server之后 它现在就应该是建立起了连接 获得的连接 获得的连接 获得的连接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写数据了 写数据 write 写数据 那它这块应该是得到了一个connection 然后得到数据之后 write write之后 那么服务器现在就得到数据了 服务器会给它处理数据 然后它接下来是不是要读取 服务器的响应 响应 那整个过程就是一个read 一个操作 那这时候会把它数据多回来 比如说 比如说它现在写一个数据 写一个小的hello过去 然后服务器给它处理之后 给它返回一个大的hello 给它大小写这个转换 变成就变成这个hello 之后整个是不是请求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的话 那整个过程就是close了 close 关闭是不是关闭链接 那整个本次请求结束了 关闭链接 那整个过程是close 那这样的话一个客户端 其实基本上就这么个流程 那我们serv端干嘛呢 serv端既然是serv的话 它首先要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这个 服务建立过程 是不是 所以说它一般要 因为你dial的时候 你去拨号 拨号的时候 你会指正ippart的 那么OK 我们服务端 首先要listen 监听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设置什么 设置 监听的ipgainpart 就是说我到底是谁 怎么样能找到我 ipgainpart 告诉 指名 listen之后 我是不是要等待别人来建立连接 因此我这里边应该会有个什么 会有个asserv的动作 接收 接收 这是接收 这个 真正的连接 这才是真正的连接动作 对不对 asserv OK 上面只是一个基础工作 然后连接来了之后 是不是就建立连接了 建立连接 连接了之后 那我就应该去读取 这个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asserv之后 它应该得到了一个连接 然后它这边去 读取 读取客户端 发来的数据 那我们叫read read的过程 对吧 读取数据 读完了数据之后 我是不是要服务都要进行个处理 我们叫处理 就是 或者 我们这样处理过程我们放出 放颜色上的 服务器处理 处理这个数据 数据的话 那其实我们这里面已经知道了 我们假如说我们的业务就是消息转大写 那它会把一个hellover的 转成这个大写的hellover的知道 啊 转成大写hellover的 转完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返回去啊 返回给我们的这个 返回给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因此继续往下走 那就是返回给客户端啊 返回客户端的时候 那也是写操作呗 因此呢就是一个read的操作啊 然后呢 向 客户端 发送数据 那发送好了之后呢 那咱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关闭了 closed啊 closed就是原来咱们说的这么三次握手啊 咱们也不用关心 咱们就 只需要进行一个closed就可以了 socket都帮我们做了 其实就是左边这块是不是啊 咱们就拿过来用一下 咱们放这吧 放这吧 closed 那就完事了啊 那整个过程 那就是我们第一步 我服务器启动 在这等待着 然后呢 客户端发起 带要请求 带要请求的时候呢 是不是发给他呀 然后呢 你客户端有连接 我服务器是不是有连接啊 那就是描述一下 这个是client 发送请求 发送建立请求 那两端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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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端都有了 那两端都有了 接下来咱俩是不是就可以通话了啊 然后呢你给我这里面写数据 写数据的时候呢 那么OK 你给我写 客户端发送 数据hello 发送hello之后呢 我得到 我是不是读到hello了 读到hello之后我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给他往回写呀 服务器呢 写回 返回 响应数据 对吧 这就是我服务器往回反的一个过程 服务器反过之后 皆大欢喜 你收到了 然后呢 我关闭 你也关闭 咱们本次连接是不是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socket编程的时候 一个一个逻辑 一个逻辑 那有了这个逻辑分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先写server 把server写了之后呢 客户端很好写 很好写的 把这个单狗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它里面有自己的一个操作 它是在一个叫netnet包里面 会包含所有socket的小关键操作 好 那么这块呢 其实我们想够的 讲这个c缘的时候呢 应该也都介绍过这些 我们这里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 回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实现这个server